今天是政治消息 元宵的時 當然總統也有很興奮 他再去到大地的宮廟去參香記憨 民進黨 台北市董部主委 吳宜隆也會參加 之前聽說吳宜隆 以及有很多政黨的黨洋 集的人數 都接受邀請 加入由文化保健部長 這個定例君 年齡君主持的 清兵台基金會 是為了要補局這個 台北市長的選檢 這個吳宜隆說 以董部立場來說 當時的推出 最好有建道的人選 元宵在早上 總統出門 去台北市是福康 參香記憨也跟民眾拜年 總統看起來心情很好 除了因為過年的氣氛 也因為回去到設施的所在 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山區長大的 我上北安國中 這裡有沒有我的校友 同樣很熟悉地訪的 還有馬層選過的 中山區主委的 台北市董部主委 吳宜隆 趙興町參與紀斬 不過現在團出吳宜隆 林輝煩 還有很多政黨黨洋潔的人數 都讓文化部前部長 第二軍找到議丹林當事長的 設備台基金會 只有有意思 在準備台北市長的選振 我從新啟動他許多 他長期想要做的東西 那我當然很樂意支持 我們樂見更多的人 願意投入公共事務 到時候會有公平的領選機制 我們絕對會推出最有競爭力 最有戰鬥力的候選人 吳宜隆 吳東節 先為保持公平中立 不過現在加上 電力軍主持的基金會 是為了選舉 也是個人可以觀察